关于台南市长许天才的动向 备受关注 而他昨天雨带玄机的对支者说 选市长不是只有姓郭的 或是姓赖的才有机会 这样蓝营嗅到了 民进党整合的危机 马总统今天就亲自南下 为郭天才辅选 就连ECFA说明会 都不忘夹带郭天才出席 马总统挥居南下 要助郭天才一臂之力 这个马到成功 现在马已经到了 对不对 希望郭天才马到成功 马总统可是用心良苦 连ECFA说明会都夹带 郭天才以学者身份出席 来 郭博士宇 想我们的这个豪山人 不能在那里睡觉 我们的蓝青亭委员 你对着就班 可以生活派的关税 你有关注吗 我应该是要跟南部乡亲 跟大台南部乡亲说清楚 不是把他当作一个 参计做谁的合作 这样这不好 郭天才的喊话 赖清德没有兴趣回应 摆在眼前的 还有党内同志许天才 会不会拖党参选的问题 尤其前一天 许天才对支持者说 选市长不只是信赖的 信郭的才有机会 这话充满嫌外之音 那以后怎么演变 那就看民意怎么发展 大台南的合并 事关重大 不是说谁赢谁 谁胜谁的问题 而是谁真正能够为人民所信赖 没把话说死 但许天才的动向 已经让蓝银感到振奋 一旦民进党真的分裂 国民党就等着坐收羽翁之力 明日新闻南部综合报道